我现在没明白一个道理 中国为什么这个直播带货这么火爆 连各地的政要都要去直播带货 真的是很丢脸 直播带货和电视直销有什么区别 我没看出来 所以但是直播带货造成的后果 是非常非常的恶劣 比方说售后服务什么都不到位 还有就是给这些年青少年一种很错觉 只要当一个直播带货的网红 就青少年一年可以赚上百万上千万 那还上个屁学 那中国的这些什么中南山的屠娇娇从何而来 我真想给什么马云一个大嘴巴 对不对 一面说自己是人民教师 一面又是在淘宝 就是这种塑造这种什么 什么直播带货的什么淘宝一姐 威亚李佳琪这种 就是骗广大消费者嘛 那淘宝的这个这个回馈率这么差 那个所以马云得单则而已